哈喽哈喽,我们现在直播再开一遍了 好,开着 对对对 没事没事 可以让周周稍微准备一下 哦,大家都在尖叫 你对我们公仔有什么想点评的吗?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这两个是耳机是吗? 对对对 耳机的位置放的不太对 那你觉得他耳朵应该在哪? 在哪里? 在哪里? 中午好 中午好 大家自己关心你吃午饭了没? 是啊,是吧 我跟他们说 是吧 对,有点影响收声 然后现在好像这个光稍微按一下 对对对 现在这种也不行 这种噪声,噪音 稍等一下,我们调试一下灯光和设备 大家有没有觉得周周一来 我们这个现场瞬间变得很亮 因为所有灯光都为他打开了 light,有没有?点提 他可能需要两分钟才能够 行,没事 让周周休息一下,好的 是吧 什么时候赶汇姬 小企鹅被抱走了 关于这个公仔企鹅的耳机的位置 还有他的发型 其实每个人都非常心存疑虑 那叫我们看 flood 谁设计的这个 小企鹅 其实还行了 就是耳机位置不太对 别人都还行 别人都还行 我看你在吃潤喉糖 对对对 嗓子有点那个 手机您能稍微靠后来一点 对,嗓子有点 嗓子有点 嗓子有点 疲了,痒了 那怎么办 那个12月9号就演唱会了 现在 这样就不说话了 好吧 我今天就不说话了 那今天周周就是在嗓子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是让周周讲话声音也不用太大 就让他好好保护一下嗓子 就大家先关心的问你有没有吃中午饭呢 吃了吃了 吃了 吃完过来的 有吃肉吗 没 他没吃肉吧 吃的 要吃清淡一点 对妈妈做的比较清淡的 好 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大家都很关心你有没有吃饭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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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有的人说 有的人 12点的话 12点来吃饭了 有的时候边看你边吃饭 比较下饭 那你还吃得下饭 没有空吃饭了 然后都在等你 然后有的用流量在看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专访的部分 然后呢 刚刚就刚我又说 就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 就是新专辑的一些问题 因为新专辑的话 概念专辑 the time 然后现在已经出了两个部分了 对 2 corner 让他掉了 好 好 先刚才疯狂的咀嚼之后 先回答我们第一个问题 那一共有几个部分呢 其实一共呢 其共就是有四拍 一共四拍 现在呢 已经发行了两块了 一个是第一篇章 15分钟的疯狂 还有第二篇章 15分钟的光芒 然后还有 15分钟的某某 对 说不定 说不定30分钟的 好好说不定会越来越长 大家期待一下 那你是边录边发的吗 就因为我看中间还隔了两个月 差不多 隔 没有 我是基本上是制作完之后 全部已经 对对对 然后再发 现在的歌曲基本全都做完了 不基本全都做完了 已经全都做完了 但是因为 每一部分我们是想 其实想做成 不一样的主题嘛 所以以不同的这样子的 篇章来发行 但是大家可能 不是 还不是很了解这样子的东西 可能觉得我是在发EP 有好多 好多朋友在问我 你是在发EP吗 是在发那个 一个小的专辑吗 不是 我是在发 这个完整的专辑 但是现在就分开 分开是一个篇章 一个篇章来发 那问题来了 那下一那个quarter上 什么时候 快了 快了 很快 好 这件事情真的都挤在一块了 然后之后 等演唱会办完之后呢 然后后面就会有 新的篇章出来了 嗯 因为前两篇章 好 吃过饭了 现在可以证明他吃过饭 好 那个前两篇章 因为我们了解到 你有参与做 作曲 然后还有一首歌 作词 是吗 都有都有 其实这张专辑 我这样 我刚刚说出来的话 大家就知道后面 有没有我作曲的歌了 差不多60%吧 这张专辑 作词 作曲我都有参与 60% 那数学好的同学可以算一下 接下来还会有 问题来的数学好的同学来 就接下来两趴 还会有多少首周周的 那个原创曲目 那就是你 作词作曲 所以说后面就参与的比较多 是吗 就是那两张 后面听了之后 好吧 那现在就是你录音 包括前期的一些制作过程中 哪首歌打磨的最久 就已经发出来的这六首歌当中 其实从一开始来说 就和李思松老师合作的两首歌曲 一首是《哪有怎样》 一首是《忘了我吧》 忘了我吧 其实是最打磨的最久的一首歌曲 然后 为什么 首先因为这首歌是一首 走心的 走心的一首情歌 然后 其实我之前也唱过情歌 但是呢 跟这首这种歌的感觉不一样 它是种苦情歌 然后又又要有那种很苦的感觉 但是呢 我唱的时候呢 就没有那种很苦的感觉 就因为我生活充满了幸福 每天都很开心 然后老师就是说 你要用感情去唱歌 因为唱歌不光是你音准到 然后节奏对 其实真正的唱得好的人 你觉得唱歌它很棒的人 基本都是 你觉得是用心来唱 因为心来唱之后 你觉得这个是打动你人心的歌曲 所以觉得好听 所以就磨了很久 就真磨了很久 在棚里面 然后那时候也录了 也录了三天吧 就这首歌录了三天 对 就录了三天 主要是因为就是 每个字处理那种情感的感觉 是这个比较难吗 你忘了我 忘了我吧 然后这时候 你脑子里有浮现什么画面吗 浮现什么画面 对啊 浮现了就歌词的画面嘛 就把它自己带入情境里面 是 但是你生活中并没有这种 你不是说并没有不太有这种 没有这么苦情 对 还没达到这个境界 但是 要 这时候就拿出演员的自我修养 嗯 带入情境 哦 所以其实演技演员跟唱歌其实也有共同 很有我觉得 嗯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然后再作为歌手 我觉得挺好的 真的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就是包括那个声音的处理 还有还有没有别的 其实 唱歌其实也是有的地方需要你去 到这个感情 这个感情也是去 像演员也把这个感情给丰满起来 充实起来 所以我觉得 有好长 那那反过来 你唱歌的一些技巧 包括你 你发声啊什么的 对演戏有帮助吗 有帮助啊 说话 怎么说 那 哈哈 我们这时候可能需要个煎微笑食片 这开太快了 我给我晃了 晃了我 刚吃好饭就过来了 对 为了敢跟大家的一个直播的约会 有点堵 好 太可乐了 看一下停一下 看一下停 好的 嗯 你想想 让大家让你喝点水 要不要喝点 喝点水就要吐出来 哈哈 好 吃的太快了 对 那那那 那那那刚刚还没说完呢 嗯 就是那个就是发声 然后对演戏怎么帮助 发声的声音 很红亮嘛 对吧 说话声音 像 嗯嗯 因为其实演戏 呃 就我平时说话是这样的 但我演戏时候不是这样的 那 说话声音不是这样的 就 演员范儿吗 没有演员范儿 就是 说话的话 就 我觉得台子对演戏 对他特别重要 可能你 演的时候 特别好 嗯 我感觉了 演声 但是真的 有的时候一说话台词说了不对了 然后就 现在就露签了 啊 就很多这样子情况 所以我自己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嘛 我也一直在学习的过程 那 那个 那既然说了演戏 我们就先问一下那个电视剧那个 那个爱情进化论 这不QP音乐吗 没事 没事 就是很好奇嘛 就是 那个 那个角色你是用用原声还是 就是配音 原声啊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声音是不是就跟你不一样 就你刚刚你说的那种情况 丁语扬说话 但是 但是 来了 而且 跟着差不多了 就是说话的语气不太一样 有差不多 不会这样说话 就是那是个霸道总裁的角色是吗 那是一个霸道总裁的角色 但是我没有把他演成一个霸道总裁 他其实我不想把那个东西就演得那么死板 嗯 一看就知道 哦 这是个霸道总裁 哦 没有了 其实他还是有很多内心很细腻的部分 丁语啊 嗯 也有什么可爱其他的影片 看了就知道了吗 好吧 好吧 那你这样讲就真的很期待 然后呢 还有一首 目前就放出来这这这这几首歌里面 还有一首是你自己作曲的吗 那又怎样 因为其实之前也听过你自己的创作的歌曲 嗯 那这首歌你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就是什么样的环境下 就比如说你吃好饭啊 或者是 对对吃好饭 真的啊 在家里面 嗯 然后呢 然后就 反正我就在 在我的那个音乐的 我家里面运营的小角落 音乐 就是乐器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在那儿写 然后我妈在旁边 打扫卫生 擦擦桌子什么的 好生活化日常的 对对对对 他就是见证人的 从这个歌没有 然后到有 然后我的歌吧 我觉得 我觉得我写的歌都好难唱啊 哈哈哈 因为我写的那个歌的时候 我是全是用假声唱的 嗯 因为那个调吧 因为那个调吧 有人吉他写的那个调比较高 然后后来再是用那个 把调的那个把那个key的调整一下 所以这首歌就是在副歌的时候是 那那那又怎样 那 topics 到底他打扫 这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是想 就是后面这个部分 也是用那个甄声唱 但是呢 那后来跟李思松老师商量了一下 讨论一下觉得后面的话用假声唱会比较 感觉会比较不一样 没有这么就是 没有这么直白 就是全是高的全是这样子吼出来的东西 所以后来调整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 但是这首歌真的现场好难唱 真的好难唱 好多人都说我的歌 我的歌就是KTV都没法唱 你别说你KTV没法唱了 我现场唱起来我也累 对 还很费嗓子是吗 对对对 那你当时就在家在那个角落里 你是穿着居家服吗 然后在那边写歌 家里就穿家里睡衣 穿睡衣 家里还穿个皮卡克 摇滚 摇滚中 那你就是穿着这些衣服 然后做出来会先给妈妈听还是 会先给妈妈听 妈妈什么反应这首歌 她觉得挺好听的 我哼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歌词 喝那时候觉得挺好听的 行我再把它给规则一下 那妈妈会 你会给妈妈有这样的压力吗 就她要做出一番点评 没有 不用 不用 就觉得好听就行 就那么简单 歌不就是好听就行 好 这个大家听到了我没听到对吧 怎么唱都好听 好 然后呢 然后我想我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黑暗边缘那首歌 黑暗边缘 没有没有 对 非常有名 对 地下很有名 很有潜力的一支乐队 是 然后我好奇的是你们怎么认识 然后达成这次合作的 缘分吧 就是所有的人认识不都是缘分吗 其实我和Life Awaits 然后 呃 和 白语 语歌认识 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呢 也感谢他们 就是 能够合作有这么一首 黑暗边缘这么一首歌曲 其实Life Awaits 作为一个 硬核的乐队 后硬核 呃 后和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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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好多 呃 就是就是 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这种风格 是 可能只知道摇滚 知道金属 不要那么细一点 但是其实现在的 呃 很多重型的音乐呢 也是慢慢的在 呃 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的在进步 慢慢的在变更 所以 像 和类的音乐啊 像后和啊 像什么 就以前的金属和啊 这种风格的东西 其实也 越来越很多人都喜欢 嗯 呃 虽然就是说 和流行啊 就是这样的音乐 这两个风格是大相径庭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 有这种 元素的东西 嗯 有这样摇滚精神的东西 不仅是摇滚 非常摇滚风格啊 摇滚精神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也希望把这样子的音乐 带给大家 让大家了解到就是 摇滚 有这种冲劲 有这种激情 这样子的音乐 嗯 所以《黑暗编人》这首歌曲呢 嗯 风格对我来说 就是以我之前出的 专歌啊什么的 来说 这首风格也是很很重很重的一首 是 嗯 然后呢 对于我来说 其实这个尝试 其实 我觉得以后也 后面歌曲也会有 呃 也会还还会有这样子风格的歌曲 但是呢 嗯 你说呢 嗯 挺难唱的 哈哈哈 挺难唱的 现场会唱吗 演唱会的时候 肯定会 哇 那我觉得那将是一个小高潮 嗯 那所以你回 你回答我问题了吗 你们怎么 你跟这个乐队怎么认识的 就缘分啊 朋友啊 哦 就会一起 会一起讨论 以前我们上海就是做乐队的 有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嘛 嗯 一个好兄弟 然后呢 他自己做了自己音乐的场拍 嗯 然后呢 他的场面下面有很多好的 音乐 在福尔维斯也是其中的 那 那现在这个后和风格 是你最近 还是你本人现在 比较喜欢的风格 啊 这个 我 和类的音乐 其实我都挺喜欢的 嗯 和类也很好 我来给大家 和类音乐呢 其实也很好做 其实 呃 大家传统意义上 就是了解的金属啊 就像我以前玩金属嘛 玩的是 旋律死亡金属 其实金属也很好 多种 什么 黑金属啊 什么激流金属啊 但是这个其实已经 对于现在这个年头来说 有点 过时了 也不说过时了 就现在好多乐队 也不玩这个风格了 嗯 基本是在 零几年的时候 比如国外的时候 基本都是九 九十年代 那时候开始玩 然后国内的话可能是 呃 零零年 往后 开始 然后比较火 这样的乐队 然后现在呢 基本都是 大家都是玩 年轻年的乐队 都是玩和 就是重型乐队啊 和类的音乐 金属和呀 嗯 然后后合呀 然后也有 硬核呀 其实 嗯 因为我现在身边 做音乐的朋友嘛 就是地下音乐圈的朋友 他们其实 也挺苦恼的 因为做音乐真的很累 很苦 大家都是以自己的工作 然后 嗯 自己工作去养这个音乐 然后呢 还有很多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的 音乐的 音乐的这个势头 我都在往这个嘻哈上面 往嘻哈上面靠拢 然后嘻哈音乐真的 因为之前嘻哈音乐 我就说很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嗯 就像我朋友带演出 就是我这个朋友 做场台的朋友 带演出 他也带嘻哈的演出 也带这个摇滚的演出 嗯 价钱是一样的 就是商演的价格是一样的 说不定这个摇滚还比 嘻哈还 对吧 贵一点 但是现在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基本的行情就是 嗯 就像有名的 没有名气的 嘻哈的这些艺人 也就是rapper 然后他们出去之后 就是价格已经是 超越我们摇滚的这样 乐队出去情绪 至少是十倍 嗯 我打个比方啊 打个比方 可能没有十倍 但是 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 嗯 音乐这个东西真的是 很有魅力 然后呢 我也希望摇滚的音乐呢 能够发扬光大 然后之后如果 有机会的话 嗯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很多 国内有很多 嗯 虽然默默无闻 但是特别好 特别厉害的乐队 嗯 比方说 嗯 红色满眼 对吧 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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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年轻的 好乐队 所以呢 我觉得 嗯 不光是嘻哈音乐 大家也可以了解了解 摇滚音乐 好 那也期待摇滚 我觉得摇滚音乐可能 其实这是个 轮 其实摇滚乐迷是有很多的 是有很多的 中国其实有很多摇滚乐迷 然后 大家也喜欢不同的风格的东西 也喜欢 嗯 有一些老的乐迷 很喜欢像 芝西啊 对吧 像夜叉 嗯 也有喜欢通阳 嗯 扭基 其实我也很喜欢这样子的风格 但是呢 现在就是很多 年轻一辈的乐队 他们就 不知道为什么 做不起来 哈哈 没有这个氛 没有这个氛围 然后因为也没有人去听 也没有人去看 所以我觉得有时间 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去 一些Live House 或者是一些 现场 然后去看一下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演出 支持一下这样子的音乐 嗯 好 大家说得意双心的徐老师 就是还支持产业 嗯 其实那个 这首歌里面 我 我听着就比较 让人意外的 就还有一个和嗓 嘶吼的那个 那个 那叫和嗓是吗 其实我那个也不和嗓 就算是极端嗓吧 极端嗓 我唱的不好 所以那个刚和嗓极端嗓 这些是有什么区别 分别的 嗯 这个其实 哎 和嗓的话 嗯 就要说和嗓说 对对对 没事 你就跟我普及吧 其实就是 感觉吧 听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一个像是 I will bless you 这个靠后 稍微靠后一点呢 可能就偏极端的 偏和嗓 其实我唱的也不好 哪天让那个 Life Always的白瑞老师 给你们唱一下 我真的不会唱 然后死嗓就是 比较偏老式的 呀呀 这样子就是死嗓的东西 嗯 以前的金属的 死亡金属的 金属的 多少人都说吓一跳 不好意思 看看小绿 打牙筋 好 所以所以演唱会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你别唱了 把握一下嗓子 然后演唱会会唱吗 那个氛围下 好 新歌嘛 新歌肯定会唱 嗯 所以现在没有买 还没有买到演唱会票的 自己想办法 抓紧时间 不要错过第一场上海战 还有没买到票的啊 来找我 好啊 大家 对对对 大家赶紧去找我周周 啊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我还想问 就是 那个 你生日当天发行了 第二个 然后 十二十五分钟的 广播 然后那里面有一首歌 是自己做词的那个 一半 嗯 那这首歌是写给谁的 我好奇 怎么又写给谁 我觉得总看那个歌词 总觉得有个对象 就是你的那个 对应的一个人 写歌不一定有特定的对象 不一定吗 为什么一定要有特定的对象 其实我听到这首歌 我主要是因为这首歌打动了我 我那时候我选demo的时候 然后人家一大批demo发过来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半 嗯 当时的时候它是一首 还是没有像现在编曲这样子的歌曲 但是呢 我觉得它的旋律啊 然后歌曲的记忆点啊 我觉得都特别好 所以我当时就说 这首歌一定 要把它给要下来 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呢 其实当时已经有一版了 嗯 当时就是什么样的歌词 当时有一版这样子的歌词 然后跟现在原版的歌词呢 嗯 差不多 但是我把它调整了一下 调动了一下 然后呢也改了差不多 又 后来改着改着也改了好多 后来就 后来就变成了就是 你自己写 就我和他一块做词 是 明白 因为 其实我还是 因为那时候它原版的歌词呢 更 更苦情一点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没有这么苦情 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思念 或者是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 呃 大家听到这首歌 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大家能联想到什么 可能想到你的男朋友 可能想到你的女朋友 可能想到 就是你爱的人 对吧 所以 我觉得能够起你们的思念 如果这首歌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的话 那我的 这首歌就成功了 虽然你写词的时候没有代入 但是大家听歌的时候有代入 大家都说写给我的 那所以 所以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唱苦情的歌 30年后 苦情歌 对 忘了我爸就苦情歌 但是 你懂吗 就是也不是 不是很苦 对对对 忘了我爸也不苦 就是 因为你说你生活当中 就是其实也不是有太多那种苦情的一面了 啊 我觉得忘了我爸已经很苦 好吧 现在忘了我爸已经是周周 你忘了我爸这苦的只能死了都要爱了 苦情的巅峰 大家可以听一首 对 周周不是苦情的 我不是搞苦情的 好好好 周周不听不苦情 行 好 然后呢我想问那个 《It's Always You》 然后这首歌 是一首电子的 然后又让我吓一条 当然我不是一针一炸才吓一条 因为我就想说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很极致的风格 对对对没有没有很极致的风格 反正是第二张专辑 你没有必要定死一定什么风格 是 一定要流行的 一定要摇滚的 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 我觉得 既然我自己做音乐 那我就做的开心就行了 对吧 我做的开心 大家听的开心就OK了 所以这 这让我更加好奇 后两张里面还会有什么曲风 后两张呢也会有和那个前辈的老师 然后我们合作的这样子的歌曲 然后呢也有特别特别的惊喜 然后带给你们 拉丁舞吗 专辑啊 就是就是那个拉丁风风情的那种 没有没有没有 不会有吗 拉丁风情的歌 那小甜歌有吗大家都问 小甜歌 对小情歌就是小特别甜 有有有有有有 哦真的会有 好啦大家大家等一下换那首歌代入 我觉得小甜歌更容易代入 好的 然后呢我看看我想想问到哪了 哦 讲成绩吧 现在这个成绩呢绝对跟我们那个 在看直播白周文有关 因为就是你第一次发了数字专辑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在QQ院 然后我 看大家给我买了很多专辑 对 然后就是截止到昨天的成绩是41万张 41万4275张 然后呢这个就是已经超过40万了嘛 已经达到双百斤唱片的认真资格了 抱拳了老天 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我想说你之前就是发之前 因为也是你第一次嘛 就没有没有过往的经验可参考 然后你你对这个成绩有预期吗 然后现在还满意吗这个成绩 那没有预期吧 因为我也没有概念 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多少是算多少 反正我觉得能看到大家的热情 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我做音乐的一个动力 然后我之后呢也会把更多更多的音乐带给你 好好虽然有点官方 但是我等一下要问一个更加官方的问题就是 哪里官方了 不官方 很真诚很真诚很真诚 然后大家说老回全了老铁跟你说 然后那个就是你怎么看待数字时代 数字专辑这种付费模式 数字专辑其实是我觉得现在新出来的一个模式嘛 对 然后之前大家可能都是买CD 就我小的时候也有听磁带的 你也有 有啊有啊 我小时候还是听磁带的 你不是 对啊 你说我哪一年的 二十三岁我知道 对 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 然后家里还有好多磁带 然后呢也有CD 那时候比较火的是CD 对啊对 然后呢 实体 实体 然后现在其实 买实体的这些专辑啊 都是真的是很忠心的 这些拥护者 粉丝 歌迷 然后才会买这样子的专辑 所以我觉得 嗯 数字专辑的话 首先大家能听到这个歌曲 然后呢 它也不是一个 不像实体专辑 然后价格比较昂贵 然后大家也能更直观的先听到东西 对吧 嗯嗯 然后 嗯 付几块钱 然后了解到这个歌是什么样的 然后之后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再去买专辑嘛 是这样子 是 所以 其实现在我做 呃像 这张专辑也是 分了这几个环节 几part 然后第一篇章第二篇章 然后用不同的这样子的 呃 放在这个数字平台上面 嗯嗯 嗯 就这个发行的一个方法 对对对 也是一个宣传方式 对也是一part一part 其实也算是一个宣传的方式 对对对对 对吧 所以我也是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 无论是从做歌 做歌是大前提 嗯 还有就是像后期这样子去发行 明白明白 然后 用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去代为大家 嗯 其实每一part 你不一样的风格 其实 一次发专辑 十首歌 发 发发了就发完了 嗯 那个不一样的 有不一样的主题 不一样的 你看有不一样的 思想在里面 也有不一样的 你看我每次都拍摄 不一样的照片 每次都要 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是件麻烦的事情 但是呢 对于大家来说 我觉得是能看到 不一样新鲜的东西 你刚说 好 大家先听听歌 喜欢的话可以买实体 所以你的实体 会出吗 有计划吗 听的还满意吗 大家全部都在问实体什么时候都想要 肯定想要 之后有吗 会有吧 应该会有 应该会有 实体肯定会有了 最后等所有的歌都发完 那那个呢 还有问那个周边就是图文集 就是 啊 还有这个东西啊 想想看啊 啊 图文集啊 图文集 这个称呼好老派 对对对对 图文集有有有有有有有 好 图文集是在 其实最近比较忙 然后呢 之后会有时间的话 然后会专门 专门 批复这一个时间 然后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出来 然后要制作好吧 对吧 制作到精良的状态 嗯 好 然后大家还想说就是什么荣耀啊 这些歌曲 没翻MV的还会有MV吗 哎 我真的是 我一直在催那个 催我的经纪人嘛 然后说这个好几首歌的那个MV 嗯 什么 抓紧 弄弄出来 对吧 嗯 因为真的时间特别紧 我之前刚从那个 大家也知道刚刚从布大佩斯回来 然后拍完一戏回来 嗯 就是 现在我也麻不停止的都没有听过 就是 之后我我尽量尽量把就是 大家想看什么眼睛 我开什么眼睛给大家看 哈哈哈 好 大家大家去给 去给周周留言私信就想看的 好都会有 等一等了 大家怎么都这么着急 我时间真的太忙碌了 我也我也很着急 对 好 那那接下来我想问了一个就是你追星的体验 因为那个时光之虚这首歌是一个 电影的那个叫什么主题曲 对 然后是跟 有跟周杰伦老师合作 我一看那个作曲是周杰伦 对对对对 然后就你唱到 然后 他是有像的对吧 因为之前你还看演唱会来的 对我去看了他演唱会 地表最强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就是 那你跟他合作到有什么感受 唱到他的歌 开心啊 首先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当时我有这么一个合作 然后呢 这首歌曲 我觉得 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 当中有一些rap的演出啊 虽然我不是很会常rap 但是 我觉得 有这样子的一首歌曲 然后能跟老师合作 对吧 能跟节奏歌一块去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特别好 特别开心 也是原来我自己一个小小的目标 因为 其实我在不同的音乐的风格上 都有不同的一些 一些一些前辈一些 喜欢的 偶像 对吧 因为不光是你说 喜欢重型的音乐 喜欢金属 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但是 归根到底 音乐是通的 所有的音乐 你不光是流行也好 爵士也好 金属也好 电子也好 舞曲也好 嘻哈也好 就是所有的音乐 其实 好听的音乐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大家都是有通信的 所以周杰伦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他 就是因为他的歌曲 大家都 了解到这个歌曲的好听 对吧 有这样子的 能感同身受 所以是有好多人喜欢他 那一场是你第一次看他演唱会吗 因为连我都没有看过周杰伦演唱会 那是你第一次吗 反正我在北京是第一次 对我当时抽空去看了 你之前也看过他演唱会 之前 看过吗 小时候看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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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看过 但艺人出道之后是第一次是吧 一人出道 我出道之后是第一次 那就是 出道之后我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别人的演唱会 就是 就是别的演唱会 出道以后 经常有机会看演唱会 没有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我其实之前我 出道之前我一直会去看一些演出啊 画剧啊 然后我特别喜欢看画剧嘛 然后 开心麻花了吗 不是 对你在上海 不是那个是 小小剧场 小剧场画剧 我喜欢看大剧场画剧 就是比较偏大的一些 然后 茶馆 你看过吗 茶馆吗 茶馆吗 茶馆 对 经典的 是是是是 就是经典的 有很多新的这样子的一些 所以你以前是 出道天是喜欢看 对 你也可以去看看 多看看 多学习学习 然后呢 音乐上面像 其实我更喜欢看一些 Live House演出 Live House因为面对面嘛 对 乐队的直观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所以你会在台下 那凤狂的蹦的那种 你会在台下凤狂的蹦的那种 你会在台下凤狂的蹦的那种 小时候会 小时候会 以前在 Live House里面 咱着Pogo嘛 甩头啊 那样 现在甩不动 现在脖子 脖子不滑 天啊 好 那然后我想问 就是你在台下作为一个 谜底或者粉丝的心情 然后 开心开心呀 开心 那看自己偶像演出那啥 还还啥 对吧 开心啊 就是会不会想到就是 因为你身份已经转换了 你现在也是个歌手了吗 对 你自己也要看演唱会 会不会有这种就是 比如说台下全场大和尚 然后受到感动 就期待 更加期待自己的演唱会舞台的那种 你没想那么多 哈哈 人家看演唱会 还想那么多干嘛 好吧 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自己脑补的 自己脑补 然后边看边流泪 我也要这样 所以没有这种情况 是吗 好 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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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接近喜吗 这一次呢 是去年 去年 去年一 所以 肯定是没唱过的嘛 嗯 所以 我也下了个功夫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然后我们也 乐队和乐队老师也莫合 也做了一些改编 然后呢 这次呢 也会有那个 新的舞蹈 带给大家 新的舞蹈 呃 嘻哈的还是拉丁的 嘻哈 嘻哈 嘻哈风格 嘻哈风格还是 舞蹈 舞蹈 舞蹈还有 HIPHOP 我也不知道那怎么说 街舞街舞 嗯 对 舞蹈这次就会有街舞 有街舞这样子 好 所以 拉丁小姐姐会一起跳吗 拉丁小姐姐 嗯 拉丁小姐姐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大家留言说 不 所以是有个拉丁小 在他们圈子 是有个拉丁小姐姐的存在吗 我知道了 在北京场的那个跳 一起共舞的 一起共舞的 对共舞的那个 对共舞的 这次啊不要 大家都不要 不要小姐姐 小姐姐 嗯 哈哈 小姐姐会在哦 小姐姐 啊 对因为这次也是 有之前伴舞的老师 然后 因为我觉得他们 嗯 也帮了我很多嘛 对 因为我其实跳街舞啊 什么 对我来说 呃 因为我真跳拉丁舞 对我来说还是挺挺难的 我要把这个 转变过来 嗯 所以 我也好久没跳舞了 这一次也是 反正时间挺紧的 但是呢 我也尽我最大努力吧 嗯 好 所以 所以马上就要到日子了嘛 然后你这这几天主要在专攻一下哪一块 就是 专攻乐队和舞蹈 乐队和舞蹈 那所以都专攻了 都专攻啊 那是什么办法 那天 排完 排完 那个乐队 嗯 我就马上就赶过去 那个 排舞蹈那边去了 嗯 那你今天 今天的安排就是 我们等一下 等乐队老师来了 对对对对 等会就要彩排了 嗯 等会要乐队的彩排 排练 然后 对 今天就要去上海了 啊 所以完了就今天点 晚上是吗 然后去上海 对对对 晚上晚上晚上飞机吧 哇 嗯 然后我想说 哎 那个有没有嘉宾 会不会有嘉宾 那来了就知道了 那来了就知道 那那 我记得你一旬的时候 就记得当时你说 就上海场 就所有的上海的亲戚朋友 都去看了 那这一次大家 会还会 还是 这一次的有 大家亲戚朋友 就是有空了 那就来看看吧 哈哈哈 有空了来看 那其实这一次 真的是 票还挺你着的 哈哈哈 我也跟他们说 嗯 你要来的话 快点跟我说 那个 因为这次 跟去年不太一样 去年的话 因为是在上海大舞台 嗯 上海大舞台当时就是 满座的话 是六千个人嘛 然后今年的话 这个场馆真的是 很难定很难定 因为我们也 怪我 嗯 因为在拍戏 然后定的时间 比较晚 嗯 所以这一次呢 就在一个新的馆 在一个 新的温水路那边 是景安的体育中心 是吧 是景安体育 体育什么中心来的 呃 然后 就是 这一次的馆 就比上海大舞台 稍微小一点 上海大舞台装修了嘛 嗯 约不到 所以 所以你限制了这个亲友票 是吧 亲友票估计也要减半嘛 哈哈 我也不知道 反正看他们有没有空 有空就来嘛 没空就算了 好吧 大家大家就太忙了 那因为 因为其实 呃 其实我刚来 就 我刚来的时候 然后就问他们 所有人都关心个问题 会不会去自己的城市 然后这个城市这一块 你现在有定下那些了吗 就可以现在官宣说出来的 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是官宣 不是吗 你就是官方本人 没有没有没有 嗯 之后的时间陆陆续续还未定 反正亚洲巡会演唱会 对吧 就是亚洲 亚洲 雖然不能全跑遍了 嗯 但是 对 总得逛一圈 然后那个就是泰国 韩国这些还会照常走一圈吗 这个就看官宣了 我们官宣在旁边等官宣消息 好吧好吧 那大家还是更关注 哇 都都自爆自爆地地地地地名 那太多 那要把周周真的开一年了 我觉得 大家都想让你去他的城市 好 那 其实还问的还挺多的是 会有几支舞蹈 会有几首歌跳舞 你别又说 太细了 你别又说现场看 几支舞蹈 那个什么 这个到现场就知道了 好吧 这句话通用 因为这个 我现在排 我就告诉你几支舞蹈的话 对吧 没惊喜了 对吧 好 那别问那么多 保密 好好好 保密大家都去现场看吧 你们自己享受 有机会我们也去 还有两天吗 对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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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现场体验那个现场感 然后那个前面好前面不是刚拍完 那个戏已经杀青了 什么 电视剧杀青了 对电视剧已经杀青了 所以你现在还在拍别的戏 那反正我就要进组吗 然后就会被进组 好 所以所以 电影也是我们要到电影院才能看到才知道 对吧 电影你当然在电影里看到 你不知道 好 我还是觉得 老早 你说你想演 google的战略 还演到了吗 我这样子还没演 好吧 正常人是霸道总裁 是无论现在戏还是小瓷 还有好多角色得尝试 古装戏 古装戏我也没演过 那那那那那些尺度方面呢 比如说让你剃清朝的头 那没问题啊 那演戏有什么办法 演戏为艺术现身啊 那你那你那你接下来的演唱会 可能就要戴假发了 演唱会戴假发 对啊 就假设你马上 就是说我那个头发剃 剃完了之后 这不现在还没有 所以你这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这些都无所谓 对我觉得戏的话 影视的话这方面 我觉得还是 剧本为主 我觉得剧本是最重要的 我看还有人说不要吻戏的 大家有没有看那个 那个爱情计划论的片花 真的是 看了你就你就不会 对 为艺术现身 德意双亲的艺术家 他们好 然后呢 演唱会我想想还有什么 还会唱别人的歌 我都都 我其实刚为什么老提那个 拉丁舞的事 因为我看了那个视频了 对 然后就是他们的广场舞 对对对 你刚才这个动作什么意思 就是 拉丁舞的手势 对啊 所以你怎么激发出来 让你下 就是下池子 去蹦 下下下池子 广场舞池子 啊 你看的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对对对对 虾蹦虾蹦 其实我 大家看到的那个 是我单人版的 其实还有个双人版 跟你们官宣一起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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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广场舞嘛 嗯 去在不大杯子跳的广场舞 对对对啊 就那个 在微博上发的那个 其实是个单人版 就我一个人在上面跳 对对对 其实呢还有一个版 嗯 是我跟另外一个 就旁边你们 其实那个旁边有个小哥 戴眼镜的小哥 你知道吗 一个外国 一个外国小哥 在后面这样子看 后来呢我这段跳完之后呢 我就跟他一块跳 我们两个人跳 然后他说 你要跳男的步伐 跳女的步伐 我说那我跳男的吧 然后他就跳女的步伐 然后我就跟他一块跳 真的假的 我天啊 大家都说放出来 那外国小哥 谁啊 外国小哥 不认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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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怎么说他 谁先说的 谁先说的 那个 谁先邀约的 come on 对吧 you want to be a girl oh be a boy boy dance oh come on ah be a boy 他要他当女的吧 对吧 所以所以有有和谐吗 跳的 跳的还行 他他跳的还行 因为我一开始真的没想到 他们跳广场舞 是跳 跳拉丁 对 我们也第一次看到 因为我是到那个广场上看 他们跳什么东西 对 对 对 你看 在跳拉丁舞 然后跳拉丁舞呢 跳来跳 又跳摩登舞 摩登舞是什么 就是 国标舞群跳一遍 因为国标十项嘛 摩登舞就是华尔兹 然后什么 狐步舞啊 Tango 这是摩登舞 拉丁舞就是 就是 就轮巴恰恰斗牛丧巴的牛仔板 有没有激起你的胜负欲 就是我都会跳 然后全程 没有 我看来挺开心的 所以我甚至跳了一下 真让我跳广场舞 还不一定跳到来了 好吧好吧 大家说你又专业了 厉害了我的粥 好 那 我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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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接下来 就是我开完商会 然后就会再继续新竹拍戏 然后呢 在明年呢 就会有 我的新的 新的戏 让我给大家开放 嗯 好 然后呢 你有没有对粉丝想说的 说 那就12月9号 对吧 12月9号 快来看我吧 12月9号 我觉得 那就是一个新的起点 然后呢 演奏行动演唱会的 第一站 上海站 去年呢 是在上海结束 上海站收尾 然后今年的以上海站开始 然后呢 嗯 我觉得这个开头 对我来说也是 新的一个开头 因为 今年的演唱会呢 和去年演唱会不一样 去年呢 我从来没办过 然后呢 也没有跑过这么多城市 然后呢 呃 今年的对我来说 收获了你们 然后呢 也 呃 有了经验 对吧 然后在上海 重新开演唱会 我觉得 嗯 感谢你们的支持 然后呢 我也希望在12月9号 能见到你们 好 那接下来我们留点时间 跟 直接跟在线网友互动 可以吗 还要怎么 还要怎么互动 哈哈哈 好 差不多吧 好 然后我们周周呢 刚刚听到他们说 马上要进行乐队的彩排 啊大家说 差不多了 不见不散 哦演唱会不见不散 演唱会不见不散 好的 那跟大家说拜拜了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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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